安安 如果你能站在 我现在站在这条路上 我一定不会让你一个人走 我喜欢你 你上次的状态 和你之前所有的视频 都不太一样 是不是因为你还有什么顾虑 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放开我 不要 七两个 我去给你七两个 十月 十月 你干什么 我去 七两个 十月 十月 我没通过试用期的事 一鸣跟他现在知道吗 我想 你现在更应该想知道的是 一鸣的事 你为什么还不跟他分手 十月现在毕竟还跟我在一起呢 这样也太不负责任了 负责 负责什么 你这不叫负责 你这就应该叫接受报应 你这报应可够大的了 我已经为你失去很多了 在这儿上去 是不是连饭都吃不起啊 如果你不想过 现在这样的生活 你随时可以离开这儿 离开我 老师来电话说 七一跟小朋友打架 好像都出血了 你是不是很忙啊 都没有时间来学校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影响了孩子的情绪呢 所以求你了 行吗 节俭一点 我没有多余的钱 再替你付信用卡了 没有就需要啊 把房子要回来 或者别的什么 麻烦您快一点 好 就是这间 我担心里面的人出事了 从里面锁这儿了 呼叫保安处 移动608需要开锁 星姨 我们已经给他包扎好了 但是他没有醒过来 所以我们喊了救护车 便通知你们 晚安 别担心 星姨不会有事的 我 离家 岳飞 怎么了 星姨现在正跟他爸一起吃饺子呢 这次饺子比一往多好吃 安安用了新的配料 所以回答很好 你能不能 先别那么着急 给欣怡找新爸爸呀 我们想把他们一家拉回从前 不太可能了 因为安安已经不在原地了 我问你 一鸣哥呢 我确实知道他在哪里 我呢只会保密 不会告诉你任总监他去哪了 为什么你热婚还要缠着一鸣哥 离了婚他也是欣怡的爸爸 他不过是你和一鸣哥的一个孩子 有什么断不了的 如果断不了的话 每天没妈的孩子怎么还不去死啊 你给我闭嘴 为什么现在全公司的人 都不知道你离婚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我 我才是你真叫的女朋友 是因为我是建谱的光丽三者是吗 那么接下来 谁肯赏脸陪我挑一支舞呢 我不太擅长 一鸣哥 快走吧 我已经签好字了 你们签完字之后 你们两个人之间 所有法律上的关系就都结束了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试着帮我等朋友相处吧 你们离婚也好 重新洗牌 也许有床落在来的机会 林总 你怎么在这儿啊 合作明星跟我们谈提高分成比例 梁总监 你有解决方案吗 我有 最近我们策划了一档节目 我想要邀请你 做我们的主持 今天上午工作情况怎么样 非常好 安安工作状态比之前好多了 刚刚就卖出两辆车 本月业绩也稳不上升 他现在要进顾客去吃饭了 那个老板看起来真的很热心 他好像很喜欢啊 你天天嘴上说的好听 大半年溜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狐狸江 不是我发誓要对你好的 不是你看 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只能用最坏的打算 好 都是我的错 是我就要自信好了吧 老公都要跟我离婚了 我还管什么工作呀 我还不好了 照照照合了 刘芬 你干什么 一鸣哥和谁一起出去了 公司新来的助理 叫徐可欣 长得好看吧 而且人也很好 你们都不知道吧 一鸣哥他已经离婚了 我是他现在的女朋友 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新来的助理你觉得还行吗 尽快帮他适应工作 十月如果变得很麻烦 建议你早做打算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在二十五分钟 给孩子做好草莓蛋糕 好 停一下 安安姐 咱是忘台词了 对不起啊 再来一遍 挑一辆 我们好两条试试 陈总今天很有雅兴 来点彩头 什么彩头 沈安安 你最近为什么总去找沈安安 他会是我将来的合伙人 所以离他远一点 安安的美好清晨点击率 不是很理想 我们是不是该换掉沈安安 那我和这个节目一起下课 你们的离婚协议已经理清楚了 你们确定都商量好了吗 我曾经以为 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 您太太能代表云海刚刚 宣扬的新女性形象吗 我太太一直都是我的骄傲 我很爱她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女子 能让你任意名变成今天这样 没有 姐 我一定会看好英明哥的 不会让乱七八糟的人靠近她 我认为你有钱吗 在职场有所做的 难道你能埋怒自己的财务吗 你是不是之前认识她呀 那个梁元 你是不是之前认识她呀 那个梁元 你为什么查那一文哥 我来这 只是为了工作 不是为了抢别人老公 你之前让我问的那个箱子 叫静寂之果 给人一种精纯中透着幽黄的感觉 偷来的东西永远不是你的 这不是属于我 我不是能解定的 只有我不要 谁也抢不走 有些人好乱吗 也好迷茫 解决混乱和迷茫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自己 找到一个可以去努力 和投入的方向 你给了我这次机会 我不想让你失望 我现在在一家视频网站 做内容总监 我想要邀请你做我们的主持人 你从逆境中站起来 靠自己撑起了一片天地 活出了自我 这就是最棒的新世代表现 我想要的东西 要是得不到 我先回来吧 这就是最棒的衣服 请你做找适用的 什么都不希望 会аж摆 但是主持人 我看到适用的 转 luc 不希望 是 偷懒的东西永远不是命 有些可伤起来 容易伤到自己 真的会有血缘吗 我现在 要走我的地步